腾格尔的十个冷知识 第一 腾格尔起初是模仿邓丽君起家的 在1985年 那时中国流行音乐刚起步 国内掀起了一股模仿台湾歌手唱歌热 他觉得好玩 便模仿起了偶像邓丽君 第二 腾格尔和凌花阿云嘎是亲戚 不过他们的关系太复杂了 你们一定能被绕进去 腾格尔的表哥是凌花的姨父 凌花的妈妈和腾格尔的大姐 是一个地方的 阿云嘎的嫂子的奶奶 是凌花的外曾祖母 所以他们三个到底什么关系 谁辈分最小 第三 自从张绍涵翻唱了腾格尔的天堂 便激活了腾格尔这个乐坛灭霸 打开封印的腾格尔 先折了张绍涵的翅膀 又让蔡依林日不赶落 还试图用七十多首翻唱神曲 把华语乐坛硬拽到呼伦贝尔草原 第四 失酒成性的腾格尔 曾成立了一个啤酒协会 简称皮血 在腾格尔的英明领导下 协会的几个会员 全都因酒离婚 腾格尔除了把老婆喝跑 还把自己的四家饭点喝关门了 前后损失三百多万 第五 腾格尔是国内最早一批 拥有绝对音感的歌手 他在一小时听到钢琴上的剑 不仅能够准确地唱出来 还能不差地弹出来 当他发现自己有这个隐藏技能后 开始学习作曲 第六 腾格尔最开始学的是舞蹈 因为他唱歌不行 演奏也不擅长 好在外形不错 被艺术学校选中去学了跳舞 因为舞蹈班需要早上五点钟练功 腾格尔上了两个月顶不住了 听从学校安排去学了三弦 第七 腾格尔是建国后 首个在台湾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大陆歌手 在那个台湾流行业天下的1992年 腾格尔的到来 为港台地区刮来了强劲的西北风 掀起了腾格尔热 第八 从没为钱发愁过的腾格尔 不喜欢在城市待着 一直在老家住 因为他家五千亩草场上 还奔跑着二百多只羊 二十多头牛 就这每年的开销就高达百万 这真是如果不好好唱歌 回家就要继承五千亩跌了 第九 腾格尔一定是被唱歌耽误的喜剧演员 韩寒在拍《飞驰人生》时 为了忽悠腾格尔出演社会大哥 便给他扔出一个剧中隐藏福利 如果腾格尔答应出演 会有钢管舞给他看 可令腾格尔万万没想到的是 钢管舞确实有 不过确实引证跳的 但韩寒这也忽悠 中国影视圈喜获一位喜剧演员 第十 腾格尔的女儿 是他一辈子的痛 中年德女的她 对女儿嘎吉尔腾爱有加 还专门用爱女的名字命名写了首歌 可在腾格尔儿子出生那年 嘎吉尔却练患有先天疾病 腾格尔从此消失在大众事业 两年后嘎吉尔离世 腾格尔再出现 剃掉了自己标志性的长发